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 很期待心灵丸岛这个节目 可以成为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打气 今天呢 我再次为你邀请的 特别来宾是陈永霖 永霖是一位大学生 在大家的眼中呢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又有才华的人 让人想象不到 她出生在家暴的家庭 从小看见家里上演全武行 父亲对母亲施予暴力 大姐为此受不了离家出走 过了几年之后 母亲在一个晚上 带着其他的四个孩子 也一起离家出走 在生活中面临了许多困难 但就在这时 永霖的妈妈率先走入教会 之后其他四个孩子 一个一个进入了教会 上帝的爱进到这个家庭 开始带来了改变和医治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永霖的分享 大姐大概是你过小三年级的时候离家出走 后来又过了多少年 她再次出现 到了我去教会 也是大概两年之后了吧 其实我不知道妈妈那时候是怎么样 取得姐姐的联系方式 有可能是姐姐自己打电话回家 大姐自己打电话回家 然后问妈妈说 我们现在状况怎么样 她已经在外面工作好一段时间 而且也很有能力 所以她那时候 就常常会带一些礼物回来家里 来看看我们这样 后来我们就说 姐姐我们现在有去教会 你要不要也跟我们去去看 她说不要啦 以前我大姐 她是那种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她觉得教会那种东西 好像给心灵软弱的人去的嘛 对才需要去的 我干嘛去那个地方 而且我现在生活过这么好 那是一直到后来 又过了一两年吧 然后我姐姐 她就慢慢的去到教会 我们就有一次问她说 你为什么现在开始想来教会 她就说 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好地方 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改变 以前就看我们这样打打闹闹的 因为爸妈不好 小孩子怎么可能好 甚至你们以前光说一个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就会哭的人 现在还会真的直接去关心你 对她说这种转变 就她以前从来没看过 所以她相信这个信仰 绝对有她可以改变人心的一种力量 所以之后我姐姐她也就受洗 甚至她后来决定 搬回我们家里来住 在教会有一天有一个活动 那也是我一样是弹吉他 唱我的故事 然后由我的大姐 她刚好来下令你帮忙 讲这个故事 姐姐讲完了之后 她也顺便讲了 离家出走这几年的经历 好那她讲完之后 二姐在底下听 她就觉得很难过 原来大姐承受的是这样子的压力 跟这样的顾虑 二姐却只有想到 你只是抛弃我们 但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会后二姐就跑去找大姐 就抱着她跟她说 对不起辛苦你了 这样 我第一次看到我两个姐姐 可以哭得这么真诚 这么感人 就是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哭 原谅彼此 我觉得以我两个姐姐 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是耶稣的爱就融化他们 是的 而且我想他们会不会也觉得 你改变很多 大姐也觉得我改变蛮多的 怎么突然会这么多乐器啊 也总是会比较开朗的 去帮助其他人这样子 现在就是妈妈还有我 还有两个姐姐 两个弟弟都在教会里 所以弟弟他们也受洗了 嗯 弟弟他们也受洗了 哇 感谢神耶 对啊 我就想到 我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现在还差一个人 就是爸爸 其实第一次要为我爸祷告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一点抗拒 慢慢转变成 嗯 上帝他真的需要你的爱 我们开始会跟妈妈聊说 哎 爸爸以前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才知道 哦 原来我爸爸以前 他好像是独生子 可是在我奶奶要过世的时候 我奶奶跟我爸爸说 其实他不是他生的 哦 所以我爸爸 其实生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不知道 连我自己都会觉得 哦 原来我的爷爷是谁 我不知道 我的祖宗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爸爸是最直接 其实他应该也是很失落的 而且是那种 像是被爱遗弃的那种感觉 或许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 所以他可能只能透过酗酒 之后的这种反应 来去发泄他对于爱的这种需求 也会开始意识到说 其实我们好像自己也对爸爸蛮过分的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就离开他啦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我们觉得他其实也需要这个信仰 以前我们家人会去讨论说 如果我在路上放学遇到我爸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办 我就说我应该可以给他一拳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国中高中了 算是有力气了 或者是庄座没看到这样子 或者直接跑掉 而且还要往跟家的方向 反方向跑 他才不会知道你家在哪里 但是一直到后来 就像我说的 做了那个祷告之后 开始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和他说话 我和他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带他 到我们家呢 或是到教会呢这样子 发现开始想的这个画面跟内容完全不一样了 对就会有一个差别 后来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 真的就跟父亲团聚了 我们离开爸爸七年都没看到他之后 有一天晚上我们居然会 我妈妈就突然说 你们要不要去看你爸 我们就想说 哇 看我爸 我们不是逃出来吗 那为什么现在要回去找他的那种 当下还是会有这种反应 没有办法 因为你以前受过那种伤害 就是你又要去找他了 而且你好像知道他在哪里这样 我们后来知道是 原来他在长庚的家户病房 而且是隔离病房 他已经肺癌末期 还有肺结核 昏倒被人家发现 然后被送到医院去 我们是经由社工通知 我们才知道的 我们想了一下之后 就决定说我们都要去看爸爸 心灵完斗 非常感谢陈永林在节目中 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 饶恕让他挥别了家暴的阴霾 这个家庭从哀哭变为邪乐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说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过去那个原本非常疏离的亲子跟手足的关系 因为上帝的爱改变了 他们变得开始能够分享 关怀彼此 开始建立亲密的关系 而就在这时候 他们决定要去面对 那个曾经带给他们许多在精神 或者是身体上面伤害的父亲 节目最后送给你这首永林所创作的黑暗中的光 我们下回空中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像这惊慌失措的羔羊 跌坐在黑暗中 你是我醒了 你是我抬头 你说你比理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中 我随跌倒 却摇起来 我随在黑暗里 还有你做我的光 四面守地 却不被困住 我能勇敢站立 因为你是我力量 我随跌倒 我随跌倒 却不被困住 我能勇敢站立 因为你是我力量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痛苦难过是我要仰望 我要坚定相信你应许的hold你 等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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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